大家好 我是彩虹 前幾天做了全麥發糕 很多朋友問大米發糕怎麼做 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大米發糕的做法 我們先來準備200克普通中筋麵粉 加入300克大米粉 5克酵母 20克白糖 混合均勻 再加入20克煉乳 沒有可以不加也可以換成奶粉 120克牛奶 再加入320克溫水和麵 攪拌均勻 再順著一個方向攪拌成細膩的麵糊 像這種稠度就可以了 最後再加入30克蔓越莓乾 再次攪勻 也可以用一些葡萄乾紅棗之類的 只要自己喜歡的就好 然後準備容器 在裡面鋪好油紙 或是刷一層油方便脫膜 倒入麵糊 晃動均勻 蓋好餳發至兩倍大 像這樣就發酵好了 水燒開後上鍋 大火蒸35分鐘 還要根據容器的大小深淺來掌握時間 如果蒸製的時間不夠會出現中間發黏的情況 蒸好後直接開蓋就可以了不用悶 取出來直接脫膜 防止熱氣回流 晾涼後切成小塊就可以開吃了 特別的蓬鬆 吃起來口感微甜柔軟又筋道 不黏牙也不糊嘴 很多朋友問到過 大米發糕如果不穿白麵可不可以 其實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要想做出真正好吃的大米發糕 對米的選擇和發酵的方法 都是有一定的技術含量 所以家庭做法不容易做到 反正我暫時還沒有試出來 只有穿白麵的才追憶成功 並且比較好吃的做法 喜歡的朋友就趕快試一下吧 我們明天見拜拜